由羅浩正 劉雨精靈 慶祝演的周日偶像劇 《高校英雄傳》 在手機播出後話題不斷 只是身為男女主角 拍攝親密戲《在所難免》 但這兩人怎麼 硬到不行 扶摸一下 侯正老師受傷的鎖骨 對 好 進去 那不是扶摸啦 這是扶摸醬嗎 扶手 對 要扶摸 今天好 不好意思 我來幫你服務 坐下來 我要清脫的事 好 謝謝 好 請你臉 你的頭是什麼 他臉紅耶 天啊 好 沒有 來 掌握一下 我個人不太喜歡就是 這麼即興的直接來 所以你喜歡有安排設計過 對 我希望就是有先講好 我不知道 我比較害羞 我自己比較害羞 光是拍個近一點的互動照 就讓兩人害羞成這樣 很難想像前幾天才剛拍完吻戲 我們那場吻戲的時候 就是可欣老師是主動的那一方 然後他就是變成一隻小綿羊 可能是因為當天是七屑的關係吧 還是就是會覺得有一種 這是什麼形容紙啊 很像巧克力的廣告詞 是嗎 NG滿多次的 因為就是有一些技術上的操作 可能就是舌頭沒有放好啊 或者是 有故意的嗎 好厲害喔 我開玩笑的 我開玩笑的 我們沒有伸舌頭 對 我們沒有 我們連 真的很軟耶 真的很軟 不得不稱讚一下 真的非常軟 但是 對 我就說到這裡 我怕我說太多我髒掉了 可以說是時尚進展最快 被逆成為大可VP的 洪正漢語基 叫做設定顛覆以往的CEO 有新鮮感 尤其一直處在意怒狀態的洪正 讓人忍不住懷疑 根本是本鏡演出 我相信我身體有一部分 一定也是這麼躁鬱的 這麼的想要宣洩的 但是就是可能因為礙於 現實生活沒有辦法 所以就完全的在大翔身上 得到宣洩 是一種滿爽快的體驗 那還嚇哭小朋友 那真的就是一個意外啦 因為那小朋友真的太小了 那小朋友真的太小了 你可能稍微動作大一點 然後稍微講話大聲一點 他們就哭了這樣 其實也就只有一個小朋友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他有一個小朋友一直甩手套 我在罵人 很用力的罵人 他就這樣看著你 其實現場演員 很多人都被他嚇到 因為他每一次來的力量 都很強 很高 因為我本人就很容易被嚇到 就是每一次人家嚇我 我都會被嚇到 有一次他在那個拍桌子的戲 我在旁邊整個被嚇到了 而且他拍到那個手 他的時候 他手就一直在後面甩 因為他是真的很用力 他就是他會把自己的情緒 堅到最滿 然後每一次拍 就是很認真地拍下去 就算不是拍他那一面 他也是很容易拍下去 就是要給對手 就是有那個感受 可以感受到演員們的認真 就為了呈現更好的內容給大家 輕鬆帶點喜感氛圍的 高雄英雄傳 每週日晚上10點台式頻道 和你一起迎接 Mante Google 而錯過第一集的朋友 每週六晚上10點 還可鎖定三立度回頭的播出 完全樂 蔡文學生喜並黃成榮 開放報導